好,那我們今天開始上課吧 我們今天說的也是演算法 但是會講的很概率性的講就好了 所以不要太擔心 那大家在寫Online Judge的時候 它題目應該都會有輸入是什麼輸出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都在做 你在寫的那個問題 其實你都在寫一個演算法 解決那個問題 所以我們說演算法你需要有兩個第一 一個是Input 然後一個是Output 另外也要有一些這個叫做 Finite就是有限的 有限的步驟 然後 Non-ambiguous是 不模糊的 就是清除 每一步你都知道清清楚 清清楚的知道每一步在幹嘛 然後第三個是visible 就是做得到的 你的演算法應該是要 讓電腦做得到的那些事情 你不會有演算法是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每一步都是要有這三個特性 所以一個演算法通常就是定義的這樣 那 有什麼演算法是Input是空的 有沒有想 沒想到嗎 有沒有什麼演算法是Input 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但是它可以輸出一些東西 好 Allow World 可以算 好 還有嗎 巴斯卡三角 巴斯卡三角 你要輸入它的幾層嗎 還是就直接一 亂數 亂數 亂數也是一個很好 就是你每次呼叫它都會輸出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亂數的演算法 它也沒有Output是空的啊 演算法沒有 就是它沒有輸出的演算法 有有有有啊 想想看 什麼時候會碰到這樣 那也不算 因為你的Output是 是斜到音疊或是某個地方 但是有Output 然後這個其實是有一點用的 是比較邪惡的用法 就是你要是以後在上班的時候 老闆叫你寫一個那個畫作的程式好了 然後他會跟你說 欸我希望這一張圖 你這個程式執行的話 可以一秒鐘把它畫完 所以你就寫寫寫寫寫寫寫 然後結果你發現你寫出來寫了一個0.1秒就畫完了 那那時候你要怎麼辦 你就是寫一個空的回圈或是什麼樣 然後他做一些被 沒有在做真正意義的事情的 的一個事情 的程式嘛 然後把它塞進去 然後把它補到一秒 然後這個演算法就是一個 不會有Output的東西嘛 然後他現在事實上拿到一秒 然後說欸那你可不可以改成0.5秒做完 那就很簡單了對不對 你就說啊我這個需要 需要兩個禮拜才能做完 你就可以零到兩個禮拜的錢 所以你要是有這種超能力的話 你就是可以做一點這種事情 那這個演算法不一定是 電腦才可以用 像我們在用那個選客系統的話 他這個亂數也是一個 演算法 就是你要怎麼樣亂出的過程 就是用人先把它設計好 那以前那個人都是用人在操作 最早以前啊 現在應該就是用電腦去跑 所以這個電腦也是執行這些 一個一個的條件 然後去分配做每個人會選到哪個 所以演算法是各個地方都會有 不會說只有像那種比 比什麼程式競賽那種叫演算法 演算法就是到處都會出現的東西 那我們學習的程式其實有時候 就是也不用太複雜 就是把這些規則把它翻譯成電腦語言 讓電腦幫你做這些複雜的事情就好 那講演算法的話 你通常都會去看一個叫做複雜度的東西 就是他剛剛說 他剛剛不是有報告一個說 你要講有一個程式啊 可能要兩千多億年嗎 就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麼多年的程式 然後你可以用改成一秒把他跑完 那這時候就是這個complexity 複雜度 你要是用不一樣的演算法的話 可以讓這個複雜度有不一樣的結果 那我們在說這個複雜度的時候 通常是在說這個running time 就是執行這個程式的時間 那這個時間跟你的輸入的大小 他們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如果像是你的輸入很大的話 然後你時間也會變久 這是蠻合理的嘛對不對 那變久多少 這個就是演算法他的 這個big O notation在幹嘛 他就在講 你這個 關於某一個 對於某一種輸入的大小來說 你的時間會成長多快 那這時候就是用一個叫big O notation 那這個O就是這樣一個大型的O 那 常見的就是這五種嘛 就是O1 或是O log N O N還有N log N還有N平方 那這五個東西的話 他代表的意思就是 像O1就是 你的輸入的大小跟你的跑的時間是沒有關係的 你輸入一筆資料跟輸入十筆資料 你的程式的執行時間都一樣 像這種就是O1 那log N就是說 如果你輸入兩筆資料花的時間 和輸入四筆資料花的時間 那他們是差兩倍 那如果是兩筆資料和八筆資料的時間 那他們是差三倍 就是取log 那這個O N就是最直觀的 你輸入一筆資料就花時間要1 你輸入十筆時間就要花10 就是成正5 那還有一種是 輸入的東西和這個log 會稍微成長一點點 這個越後面就越大 越後面這個function就是成長最快 那最後就是N平方 N平方就是你輸入一筆資料時間是1 你輸入十筆資料時間要花100 就是N平方 所以在這五個裡面 就是最下面這一個是成長得最快的 那通常一個演算法要是要寫成這樣的話 就是不太實用 比較實用的大概就是要這個等級 那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 像這個O2N3N或4.5N 就是這個N前面成了一個常數 那他們其實是同一個等級的 所以這三個複雜度 他們都是算這個O N 那像這種前面有一個常數也是一樣 就是 Big O N平方 這個東西跟什麼有點像 你知道嗎 在微積分的時候 就是你在算極限的時候 你會把那個前面的 其實你只要看那個 算極限的話 只看前面的常數就好 對不對 但是在算那個的時候 其實前面的常數可以輸入掉 你只要看後面那個邊數 是哪一個等級就好 所以如果現在我問你說 這個自己想一下 是我剛剛沒有講 但是你應該可以猜一下 如果演算法是這樣子 那它是哪一個等級的 N平方 N平方 對 因為它 這個N的變化 會主要被它來控制住 當N成長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它已經沒有效果 那就是你在算微積分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看 最大的那個翅膀的東西 那這兩個為什麼會這樣等 那這兩個為什麼會這樣等 LOG以2為底N跟LOGN 為什麼它們的複雜數是 同一個等級 不知道嗎 高中型那個 欸對對對 就差一個常數 因為LOG 這邊有一個2的話 其實是下面再處一個 LOG以10為2 就是直接可以互換 所以他們這其實 LOG以2為底N 就是它的前面再乘一個東西 那我剛剛說 乘了一個常數以後 它的這個big order等級 是同一級的 所以這邊你要 以LOG 以10為1 或以2為底 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用這樣 那這邊說的是 時間的complexity 那你以後 在算演算法 在修演算法的時候 可能就會還有一種 另外一種的 那個衡量方式 就是記憶體 這個演算法要花掉多少記憶體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說 要是它花了記憶體的數量 和你的數額 大小 它們的關係會是什麼 那也是可以這樣子去算 那這邊有問題嗎 所以這邊是我把它畫成那個圖 所以X平方的話會是這個紫色的條線 然後 O1 就是長數時間就是在躺平的 因為它跟那個 input的size 輸入的大小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 這個是什麼 LOG 就是X的話 如果是1比1的話 就是藍色這一條 然後這一條是 紅色的這個是 unlock 這邊打錯了 N跟X應該是 unlock N或是XLock 這邊打錯了 所以這邊就是五個 這五種function 它的成長速度就是 N等於20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已經差很多了 那 如果你在繼續往右邊拉的話 你就把它放大 所以這個後面這個東西就是 它的成長狀況是這樣子 那如果在這張圖來看的話 那個 剛剛那個X平方的話 就長到極右區 沒有 所以你在設計演算法的時候 就是要估計一下你的這個 複雜度是怎麼樣 那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練習 就是 你現在如果有一個 演算法 然後你要估計它的複雜度 這個演算法是這樣 就是會有一個 它的輸入是一個 排序好的 正列 然後是 總共有N的輸出 這個正列就是排好 像這樣子 那 我們有一個假設 就是程式在 取得某一個值的時候 它要花的時間都一樣 你的電腦要取得 第五個地方的值是多少 跟取得 最後一個地方它的值是多少 它要花的成本都是一樣的 那你現在要做這三件事情 那它們的複雜度會是多少 第一個是找到第一個輸入 多少 OE 因為不管你那個輸入是多少 找到第一個就是B這樣 我只要去用一個Array 我把你選出來就好 那第二個咧 因為你要全部都看過 不可能再跨 那第三個咧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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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你聽得懂它在叫什麼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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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二分搜尋 二元搜尋 就比如說我們要問37有沒有在裡面 然後怎麼辦 對 就先從中間切一段 我現在知道總共有 總共有多少個 總共有11個 那我就先選 第五個出來看 然後看第五個 應該選第六個 所以就看第六個跟我剛剛說的37 因為我現在已經知道它是已經排序好了 是不是 所以我要去看第五個發現它是13 所以我要找37它一定會在哪裡 一定會在這邊 另外一邊 所以我就 同時刪到這邊再去切一半 然後一直切 直到切到說有一個地方就發現它就是沒有啊 這樣 一直切一直切 所以 你每次都是切一半切一半 那最後你這個時間就是LOGN LOG1 2為1 因為你要找的時間就是切一半切一半切一半 你最多就是LOGN4就可以確定有沒有 所以它剛剛說的那個叫做二元搜尋法 Final research Final research 那什麼時候這個假設會不成立 Final research 我們以前在講應急的時候 我們以前在講應急的時候 Aaron Final research 什麼啊 什麼啊 Final research 什麼東西 知道嗎 什麼時候是假設會不成立 有什麼硬體他的那個搜尋的時間 會跟這個位置有關 Disk會有一對阿 就是如果你的資料真的很多的話 那最明顯的是那個磁帶 所以這個資料如果是 捲在一個磁帶子的話 你要取第一個跟取最後一個 那個時間就會差很多 選最後一個的話 你就要把它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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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轉到尾巴才可以取到他 所以 在這種做做研究的話 就是有一些人會專門研究這種 當你的時間不是一樣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去排序anych質量 或者去找替之娃就應該是最有效率的 所以這邊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那接下來我們就說一些資料結構有哪些比較常用的 這個我們用過嘛 變數 然後 True 有學過嗎 阿妹 阿妹 等一下會講 簡單講一下 Dictionary 學過了對不對 Python 我們有用過嘛 Dictionary 就是給你一個字串的話會對應 把那個字串對應的那個東西把它取出來 比如說給它的名字 然後可以把它的學號丟出來 Dictionary 就是給一個字串 然後可以吐出一個東西 那 矩陣 矩陣是什麼 矩陣是正例 或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數字拍的很整齊 就是一個矩陣 那 List List 我拍照用過嘛 List 就是一個List 然後有 它的 它的那個位置就是0123這樣一直數下來 所以你要取得第0個地方的東西 或第一個地方的東西 然後就把它拿出來 就這個 List 還有 Array 是一樣 那還有什麼叫 List of List 這個有用過嗎 你有做過拍照應該有做過嗎 有一關叫做 Battle Shoot 就要打船的那一個 它是不是有一個 List of List 它就是第一排的東西就是第一個 List 然後第二排就是第二個 List 然後去把所有東西用一個 List 來把它包起來 所以你就可以寫出一個像二維正列的用法 然後 Set 跟 Q 那樣我們講 然後另外就是這兩個 Graph Graph 就是圖 圖我們還會講什麼是 Graph 還有 Tree Tree 跟 Graph 它們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邊 最後你在那個演算法的時候都會修到 那我們先講一下什麼是 Graph 一個 Graph 它其實就是一個 翻成中文就是圖 那這個圖它的定義就是有一大堆 Vertex 頂點 和一大堆 Edge 就是邊 所以你現在要定義就是說 這個 Graph 它有六個頂點 123456 然後它有哪些邊 它的邊緣就是一和二中間有連結 一和五之間有連結 五和二之間有連結 所以你可以用兩個 List 去表示這個 Graph 沒有 沒有 所以這樣就可以表示這個 Graph 是怎麼樣 那這個在離山數學應該會講到 所以有這個 Graph 之後 你就可以做一些像是 從一走到六你要怎麼走是最快的 像是類似這種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每個 Edge 它可以有不一樣的 Weight 想像是馬路的有多篩 如果這一條很篩 這條不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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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走這樣會比較快 那這邊這種問題就是叫 以後你在修演算法就會學到 要怎麼樣剪這種 從某個點到另外一個點 要怎麼走最快 這種問題以後就會學到 它這個 Graph 可以表示很多東西 像這個 這是 Facebook 那個 人的連結 所以你可以把 對於你來說 然後你把所有人 跟你的連結把它畫出來 畫成這樣 那這邊畫了以後 這邊其他的地方 會形成一個小區 一坨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這一群人都互相有連結 這邊其實都有細細的連結 所以你用一些好的演算法 你就可以把 你跟你朋友的關係 然後 就去用 Facebook 的這個資料 去把它畫出這個 Graph 所以你可以分析出 誰是 哪一坨人是高中同學 哪一坨人是大學同學 那這邊就是演算法可以做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叫做 Cluster 就是有這些連結的關係之後 你就可以對你的這個 Graph 做 Cluster 然後一樣 以後會學到 然後這裡也是一種 Graph 這是地鐵圖 所以這邊呢 這個 Graph 就會變得比較複雜 就是 就是用人去畫 所以像這個站 它就有五個 它有五條 Edge 的印象 所以它有五個 只是它看它的畫法不一樣而已 但是最後它都可以用這個 這種畫法把它表示出來 在電腦裡看的時候 所以它在設計列車 要什麼時候進站 什麼時候出站 可以最有效率 這也是用演算法去辦到的 是把這個圖畫成 Graph 然後再用一些 大家已經研究了很徹底的演算法 去解這種問題 所以你演算法不會的話沒有關係 就是 重點是你要知道有哪些演算法 然後拿來用 不用像它一樣 就是可以自己寫出來 我們只要會呼叫它就好 所以你以後這樣大概就可以找到不錯的工作 那剛剛說的那種 Graph 都是沒有方向性的 所以現在這個是有方向性的 Graph 那看到這個圖面會想到什麼 一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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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 還有嗎 這種通常都是有條件的 就是有這種箭頭的話 比如說這邊是沒有念書 然後這邊都要記考期末考 那他們都會導致一個被盪的結果 像這樣子 或者是說 這個人喜歡他 這個人喜歡他 然後這也是一種 有方向性的關係 所以有一種 Graph 就是有方向性的 那或者是一方就是 單方向 就是一邊你只能從這邊走過來 從這邊走不過來 你在設計那些路的時候 也是會有時候會有這樣 上交流到哪邊可以上 哪邊不能下 對 但是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這些東西都是可以用 這種特別的 Grudge 表示出來 那一樣 有這個東西以後 你就可以去套用線程演算法 去解那些問題 OK 那 Graph 和 Tree 他們的關係 其實最重要就是這樣 Tree 是沒有 Cycle 剛才我們看的那個 Graph 是有 會繞成一圈 那像這個 Tree 就是不會有 Cycle 所以一個 Tree 其實它是 它最後就是一個 Connected Graph 它每個東西都是連在一起 然後但是它沒有 Cycle 所以你可以從任何一點走到另外一點去 Connected 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從任何一點出發都可以到 這個 Graph 裡面的另外一個 任何一個點去 那如果有很多 Tree Tree 叫什麼 很多 Tree 就是 Forest 所以有一個演算法就叫 Random Forest 所以有一個演算法就叫 Random Forest 它就是 靠很多 Tree 去決策 去對你的那個 輸入去做預測 然後每個 Tree 它會告訴你一個 預測的答案 然後把它平均起來 那很多個 Tree 加在一起就叫 Forest Forest 就是生理 那通常講到 Tree 的話會講到這個 Decision Tree 就是決策術 那決策術它在幹嘛呢?就是 講講很簡單 有時候你現在要出發了 然後你想要看你要估計一下 你現在從 A 點到 B 點 你要花的時間是多少 所以電腦可以幫你預測 它就看說今天是平日還是假日 如果是平日的話 那就要往這邊走 那如果是假日的話就往這邊走 那走到底的話就是 就是有一個答案 所以假設現在這個 Tree 它的 如果不是假日的話 如果是假日的話 那就是 30 分鐘 week day 是平日 所以如果是假日的話就走到這邊 那如果是平日咧 你就看現在是不是那個上下班時間 那如果是上下班時間的話 就往這邊走 那如果不是的話就往這邊走 所以平日如果不是上下班時間的話 應該路上都在上 大家都去上班 所以應該就是會比假日還要來的快 這是我隨便寫的一個 Trick 那如果是 Rush Hour 然後又下雨 那可能就是要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這邊有下雨沒下雨 那你可能又可以分兩道 到最後就是可以見出一個決策書 那這些 這個後面算出來這個值啊 或者是往左邊或往右邊走 其實也是演算法的一環 就是每一步你是左右 可能不是用 Y 和 Yes 或 No 來判斷 可能是拿一些輸入的資料 去做一些加加減減的事情 然後去決定 你現在這筆資料要往左邊走 還是往右邊走 那最後你可以給這個資料一個 一個預測 那我們接下來應該會講到一個叫做 Machine Learning 就是機器學習 所以我們下次吧 下次上課的時候會簡單講一下 那個東西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是最簡單的事情 好 好 那這邊 list time array 差在哪 應該說 C 的 list 和 Python 差在哪 C 的限制比較多 C 要建立一個 array 的話 裡面的東西都要是同樣的 對不對 但是在 Python 的話是可以混著用 所以你可以一個數字一個字串 然後一個 object 對不對 那個一個 list 裡面可以包什麼東西都可以 但是 C 的話就是要 要全部都是一樣的東西 這邊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那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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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疊東西 所以 我們要下課嗎 4點半還是4點半 應該還有精神 我想到4點半好了 就是 stack 是一個 就是疊東西 堆疊堆疊 在疊東西 所以它有什麼特性 你在疊箱子的時候 然後 誰說的 你要第一個放 然後第二個放 第三個放 啊放完你要拿的時候 你要先拿第一個再拿第二個再拿 最下面那一個 所以先放進來的會先 最後一個拿出去 最後放的會最早拿走 就是先進後出 那跟那個丸子也是一樣 你最先串進去的那個 就被撕掉了 這樣子 蛤 可以坐旁邊 這樣 這樣就是破壞那個 stack Python 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你要再用 Python 然後寫一個 stack 要怎麼做 所以它可以用一個 list 來模擬 所以你在模擬的話就是 用一個叫 append 的這個 function 所以你就是把這個 五四七九十把它 append 進去 所以你可以想像是 第一次把五塞進去 然後把四串進去 然後七九十 所以要串進去的順序是這樣的 所以這邊一出來 第六行跑出來的會是多少 那是四嘛對不對 因為塞了四個東西 它要長度變四了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方法叫 pop pop就是丟出去 所以pop的話就是會把它最後面那個東西丟出來 所以最後一個丟出來的就會是 九四 然後七 四 它就會翻過來 這個程式自己回去試一下就知道了 然後q的話很類似啊 我們剛才說那個 append 是從最後面把東西塞進去的 那我們現在要強制它不要從最後的話 那怎麼辦啊 就是用一個叫 insert 那個 function 所以 所以 有問題嗎 所以 現在我把那個 append 改成 insert 所以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你的 function 改 改成這個 從D0的地方放進去 所以一開始 五四七九十它就會從 每次都把它從頂把它塞進去 所以東西會一直往右邊推 一直往右邊推 所以這邊推完以後 最後這個長度還是四嘛 但是你在pop的時候就會變成 九四七四嘛 欸不對不對錯了 會不會有五七四七九十 對不對 可以嗎 畫個 聽得懂嗎 還是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好了 有問題的先來問 那你答錯了 為什麼 會有問題 快點 快點 我看 有沒有 是 那我現在也可以 你應該等到 是不是 那我不會 一色可以選擇要放零 所以你每次都放零的話就比較好 那可以插在別的list 對啊 你現在這個list會一開始是空的 然後你開始塞東西的話就會長大 然後長大以後 所以他一色很喘進去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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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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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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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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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Type的一座 為什麼不能把 直接寫Type的一座 就不要寫 再寫 之前我要看頭的 就是 他不是說 他是差點是跟一個你就看你自己講了 我覺得他幾個都比較那個 那個時候會也不一樣 可能做什麼 他自己他不敢 他一個是你來這兩天 就是他每個人來就很認真 他一定是他自己有那個 iff 還是要有什麼 這個他一個被人想 那這個那個是他 不是不是 他這個就這樣 他這個就這樣 羽毛 羽毛 所以他要先判断 隔半段 好 美味 好 美味 超酸每天的每天都在吃飯 所以一定要在家裡吃飯 所以一定要在家裡吃飯 所以就在一家裡吃飯 好 吃飯 好 吃飯 好 吃飯 因為我忘記這個菜 它是一個小朋友 那不行 來來來來 我們也沒有進去 我們就大盤看 就是要用 再吃過去炒 它可以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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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 可以再借我一下下的時間 現在下課 現在下課 你現在下課了 就10分鐘 測一下 你是要用筆電嗎 不是 就是 我們只是要換這個而已 然後呢 是 它可以炒 那這幾個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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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